大家好,今天呢给你们讲这本书 这个叫做头脑风暴 所以这本书呢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这些 这些创造这些东西的人 就创造咱们用的耳罩 在那个如果太冷的时候 然后呢这个牌 这个牌呢那个 然后呢 所以这个呢是在19年代 所以呢这个不是最近的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书不是什么 说现在的什么这些创造的 比如说像什么小的芯片呢 什么一个极其小的可以装 什么几百个图书馆 不过呢这个呢就是以前的 以前的像这些机器 这些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呢 有一些很难懂 看比如说像这儿 还有一个那种最难懂的 对这个是剥苹果皮的 所以呢这个把手你一转 然后它就把这苹果皮给你削掉了 在哪里啊对这个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极其难的 就你看不懂 就它是一大堆这些东西 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后面是 这个是做的是什么 这个是耳罩 车的油漆吗 然后呢电子电视 这个呢是冰棍 然后呢这个呢是 这是游泳的那个 手的那个 就是那种在海底用的那个 然后呢这个呢 这是什么 不大懂 这个呢是一个机器 什么 然后这是一个可以关上的那种 装那种早餐 不是早餐 那种泡在奶的那种里面的 泡在牛奶里面早上吃饭的那种 早上吃的东西有点难说 所以呢这你就会看到它们是怎么想的 然后所以呢 这个呢我现在也在 试着做这些这个东西 这个冰棍 但是呢还暂时不大成功 所以呢 现在呢正在有一个放在冰箱里做 希望能成功 不过呢 这个就你你就可以知道 这些这些用的东西是哪来的 那就是 所以呢 今天就是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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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